來玩這款遊戲 悟空傳奇 放置RPG 哇 是妹子悟空嗎 Yeah 妹子最棒 好不好 慶祝悟空變成妹子了 這些圖案這樣子看起來就很可愛耶 是不是 這韓國開發的嗎 郵件 唉唷 開服好禮 有送喔 這樣子就算過關了喔 有送 接下來強化角色嗎 這邊還可以 貓咪 這是服裝嗎 那我接下來跟著左上方任務五座吧 其實字有點小啦 不太好察覺 任務在左上方 是成長禮包 內容呢 牛魔王副本 好 上號等級我才可以打 所以我現在 沒事做嗎 欸這裡有那個 採集蘑菇做料理 角色部分 喔 他有提示啦 到五等 打BOSS 不知道打不打過 如果 商店 攻擊增加免費 第一次都免費喔 那就全用啦 好 這邊完成了 接下來呢 角色 繼續升級 好啦 要用金幣 悟空的等級要達到10喔 10等 那 差不多快到10級了 可以了 夠了 10等完成 好 悟空的技能 憤怒等級喔 他的新手導引提示 不是那麼明顯啦 所以 要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發光術 任務強化一次 欸 喔 任務 遺物 強化一次 哇 接下來就是 悟空的 用金幣 要把他強化到 25級 這麼假的 25等 喔咦 可以耶 過了 被動攻擊力 悟空的武器 總算要來抽裝備了嗎 十年超 都是棒子喔 他不能拿一些菜刀什麼嗎 抽取遺物跟武器喔 那 夥伴的部分呢 要抽嗎 夥伴是直接 有買的喔 4000耶 那我在體驗期間 根本 體驗不到的啊 這是如意珠啊 好吧 既然這樣子我就抽武器囉 有沒有來個紫色的 欸 有了耶 紫色中了 武器部分 配帶 欸 有 有啦 裝起來了 武器強化十次 武器強化十次 分解武器 我點他沒反應啊 武器分解我點他沒反應啊 存該去吧 分解 還是會當掉 其實我覺得他排版喔 其實他排版喔 他排版不是做得特別好啦 所以很多字都密密麻麻擠在一塊喔 強化 50等 腰怪的心上 體力 抽取遺物 30抽喔 是漢國開發的吧 漢國開發的叫遺物 敵物進行強化 這邊可以升級耶 完成每日任務 右上方這裡 好 接下來就是 75等啦 嗯 玩法部分 倒是普普通通 我是這樣學的啦 就 還好而已 可能 這是一個 單一角色養成的部分啦 要說他做的 國系威嗎 好像也沒有 打流魔王 逛個幾下 有好幾隻耶 在這個地方 就只能掛著啦 所以這樣 目前這樣玩起來 普普通通啦 因為去年出太多了 成長方式啊 各式各樣的 好像都大同小異 但是還是 去年還是有幾款 他有做出他的特色啦 這一款唯一的特色就是 悟空變妹子吧 這下 好像就還好 第一階段已經快結束了 剩五秒 那我們再 等一下有沒有什麼 其他地方啊 有沒有什麼 經驗之處的 強化角色 不夠了 要到75等 好吧 那就這個樣子囉 關卡 這裡咧 獵捕BOSS 誰鳥殺欸 禮包 禮包 禮包這邊都看過了嘛 支援 看廣告的 最大的敗筆 還是在於 角色部分啦 夥伴部分 嗯 你應該是要 先送一些嘛 豬八戒 殺無盡 還有糖商戰 沒有其他的角色了 好啦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掰掰